各位口試委員好,我叫鄭士鵬 我的研究題目是 Multi-level Content-Aware Audio-Visual Temporal Defect Logalization 這是我的Outline 我來想阿樂 他留在社交平好 那这个test的问题定义像这边所说的 给定一段有影音的影片 那我们的方法需要output出一个集合y 那里面的每个元素就是包含一个开始时间点跟结束时间点 那以下面这个图上半部分为例 这个影片全部都是bonified 那这一天我重新说一遍 这个问题的定义就是我给定一段有影音的影片 我要output一个集合y 那里面的每个元素包含了一个开始时间点跟结束时间点 那以下半部分这个图为例好了 它的后半部分是有被defeit修改过的 那我就会期望我们的方法能够准确地说出被修改的片段是从1.6秒到2.0秒这段时间是有被修改过的 那关于背景介绍部分我们会先介绍 到bundered detection model 这个领域本来是做在action detection 它是要检测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影片里面发生特定动作的时间 那它这个领域的天生就跟defeit localization很相近 所以之前的方法都是有参照这个领域接近而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关于audiovisual temporal defect localization channel的work 那再来就是回顾一下transformer跟loss function的一些介绍 有换吗 诶 为什么坚持会这么久 问一下老师先要有进行开放不换 好 那再来的话是bundered detection module 的其他人的方法 那首先介绍的是bundered matching network 在这个方法中它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feature extraction 那后面的话就是bundered detection 它首先会用encoder对没真的影像抽出feature 然后就形成一个feature sequence 那再来bundering matching layer就是要input输入是这个feature sequence 然后产生出一个特别设计过的bundering map 那这个bundering map它的每一个 每个元素都是一个片段的信心分数 那以这个特别红的这个格子为例的话 它就是代表了第四个frame到第七个frame 这个片段的信心分数 那bundering这个方法它的recall是比较高的 比较没有那么准 那再来是bundering sensitive layer work++ 这一篇主要是基于bndn进行改进 那主要有两个不同 那第一个就是它刚刚bundering matching layer 产生出来的bundering map 它会 第二篇是bundering sensitive network++ 它跟bndn主要有两个不同 其一是它的bundering map生成的过程中 会加入attention的设计 让bm更为准确 那第二个是在刚刚bundering map是 针对一个segment进行预测 它还加上了frame level的预测 那它的预测的方式就是 侦测说这个frame是不是特定动作的 开始时间或是结束时间 那比较特别的是作者还提出了一个 这篇的作者还提出了一个观察 就是当我们期望我们的方法在预测一个frame 是否为开始点时 我们其实期望模型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侦测从background到特定动作的sudden change 那如果我们在预测一个frame是否为结束点时 就相当于我们是希望模型能够 从特定动作到background的sudden change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象把影片导过来播放的话 那原本是开始点的地方 就在导过来的影片中反而会变成结束点 因此它在计算每个frame它是开始点或结束点的时候 它会从正向也就是forward 然后还有反向也就是backward 两个方向来共同决定 就像右下角这边 它会有forward,backward,start跟end 这四个几率 那与刚刚的boundary map结合 它的bsm++的整体结果是更为准确的 尤其是在开始点跟结束时间的部分 然后这个方法也因为它是侦测影片中的sudden change 所以它的如果只是单纯background有一些突然的转变 它会有一些forced run的情况 那再来是boundary detection的最后一篇是ncbd 那这个方法跟bsm++一样采用了segment level跟frame level 同时进行预测的方式 那比较不同的是它在segment level还会预测开始点 开始时这个片段是否为开始跟结束的几率 那他们最后就会output出segment level跟frame level各三个的几率 然后最后的output片段就是由这六个几率共同决定 那ncbd的优势是在它考虑了更多片段不同的可能性 然后因此它的precision跟recode都是更高的 那它的缺点是因为它针对片段进行了更多的云算 所以它的整体的computation cost会比较高 然后对于比较没那么好的设备 它没办法进行训练 那再来就是进到了av temporal defect localization前人的方法 那第一个被提出的是BATFD 它也是类似两个阶段的架构 但因为这个领域是要进行多谋态的预测 所以它里面还多了一个fusion的这个bug 就是用来做多谋态的资讯融合 那BATFD里面就前面的encoder来抽出特征之后 后面的boundary matching layer 其实就是刚刚BAN所说的boundary matching layer 它们其实是一样的 那BATFD的这个fusion的bug 其实就是把影像跟声音的BM 各自进行weighted average之后 产生出一个fusion过后的BM 那这个结果就当作这整个方法的output 那这个方法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点是 它的两个模态的资讯融合是发生在segment level上 那相较于比较精细的frame level 这个方法就没有比较完整的融合 那第二篇的话是目前的SOLTA UMA FORMER 那此方法它先用了pre-trained encoder 来进行future extraction 那后面就是利用cross reconstruction attention 跟这个金字塔结构的模型来对刚刚抽出的特征进行enhancement 那UMA FORMER目前是最好的这个领域里面最好的方法 但因为它会需要用到pre-trained model 所以它的运算是比较耗时的 而且如果今天是要inference一部新的影片 它的pre-trained model 会需要先把这部影片的光流抽出来才能进行inference 所以它会比较耗时间 那这部paper是2022年提出来的 所以到现在还是搜它吗 对 它的结果到目前都是最好的 然后再来是transformer 这边主要是要回顾一下self-attention跟cross-attention attention机制的本质思想就是对source里面的元素中的值进行vta 加全球盒 然后里面的query key跟value 就会用来计算它的权重 那self-attention跟cross-attention都会把input feature project成query key value 有三个tensor 那它们的不同只是在self-attention它的query key value都是来自同一组feature 那cross-attention会有两组特征决定 那以中间的这个audio to visual的block来说的话 它的cross-attention的query就是从audio来 那key跟value会从video的feature来 video的feature生成 那会提到这两个attention的架构是因为self-attention在影片的分析中 会拿来模拟影片每个frame之间的temporal relationship 那cross-attention在进来多模态的场景下 会被用来做两个模态间的资讯融合 那再来的话是loss function相关的介绍 那这边是notation的部分 然后第一个要介绍的是focal loss focal loss是一个改良版的binary logistic loss 那它是被设计用来解决dataset里面class imbalance的问题 以下面这两个诗子来说 它其实就只插在了alpha跟一件alpha下 那它就是用来调整positive跟negative sample的权重 那再来的话是contractive loss contractive loss 在多模态的场景下会被用来做 拿来去identify两个模态间的不一致性 那给定一个frame它的audio feature跟video feature 那如果是positive sample positive意思就是 以我们的case就是有经过defeat的话 那它会让两个feature间的距离越远越好 至少要大于long檔 那如果是bonify的影片的话 它就会想办法让两个feature间的距离越近越好 那以它在计算上使用的label的细分程度 可以分为video chunk跟frame 其实主要的差距就是在它的label是弄哪个层级的 如果是video的话 那它每个frame在算的时候就是弄这部影片里面有没有defeat的片段 那chunk的话就是可能是以四个frame为一组 那如果里面其中一个frame有没有被修改 那它的这个label就会是positive的 那frame level的话就是非常直觉的那个frame有没有被修改 那接下来介绍是使用到的defeat是avdefeat1million 这个defeat是在去年2023年10月刚推出的 那它是一个large scale的dataset 里面用到的defeat model都是当时最新的模型 然后它有它里面的特色是它是content driven的 content driven的意思就是要针对目标人物所说出的话 它会想办法做修改让它的话的意义整个颠倒过来 那下面这张图就是它可能会进行的三种操作 像这个它就是只修改了一部分 然后把grade 换成terrible 那后面的两个操作也是类似概念 就是想办法让它目标人物所说出的话 整个意义是被颠倒过的 那这个dataset里面总共包含了2000多个目标人物 然后总共有100多万部的影片 那它生成出的defeat影片里面 其实可以是任意模胎被修改 就是它可以只修改声音、只修改影像 或是两个都修改 然后同时这个defeat过的影片 它可能包含不止一个defeat的片段 像这个图为例 它可能就被 这个影片可能就包含两个以上的修改片段 那右边这张图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 这是在分析它defeat片段的长度 然后还有占的比例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长度都是 平均长度是蛮短的 只有0.3秒 那占的比例也都比较低一点 3.7%左右 没看到这两画面吗? 对 那最后的话 这个片段的分数就决定好了 那我们就是针对bm中 每个元素都是进行同样的运算 那最后再把分数又高排到低 那就是我们这个方法最后的output 那 那接下来是介绍nctdl的los function 那我们los function设计的时候 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模型能够学习两个模态间的资讯 然后去预测出准确的边界 那我们刚刚在介绍data set 的时候有提到就是 它的d phase segment 其实是比较短的 然后占的比例也比较低 那第二个观察是 它的d phase的方法 其实都是针对单一模态进行修改 比如说它就是只针对声音进行生成 那它的影像上就是 在用另外一个model进行生成 所以这样子的生成的方式会造成说 它的两个模态间的影像跟声音上会有不一致性 那我们在设计我们的los function的时候 针对第一个它的d phase segment 比例不高的情况 使用focal loss进行解决 那第二个不一致性的话 我们就是用刚刚提到的conceptive loss 来侦测它模态间的不一致性 那再来的话是 去比较细的介绍每一个 每一个los function 那for frame classifier的话 我们就是观察到它的 因为d phase的比例很少 所以它每一个frame d phase的比例也都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它的parsity sample 也就是d phase的frame 它是比较稀少的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不使用了之前 BATFD里面 会用的bunary logistic loss 我们是改用了focal loss 那contractive loss的话 因为我们是要 最后的结果是要准确预测 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 所以在使用上 我们是使用了比较细的frame level的conceptive loss 然后这是针对刚才提到的观察2 也就是两个模态间 会有不一致的情况 来进行训练 那最后一个 比较复杂的component的话 就是boundary detection module 的loss 那里面又细分成了 boundary map的loss 然后还有刚刚每一个frame 是start end跟content的预测的结果 那 boundary map的话 我们是 就照原本bmn 跟bftfd里面用的方式 是那种bunary logistic loss 那frame classification的话 就是应该说 在预测每个frame的几率的时候 我们是像frame classifier那边 一样是使用focal loss 那最后整个loss 看起来比较复杂一些 但主要可以看成它其实就是 boundary detection loss 加frame classifier的loss 然后还有conceptive loss 那后面的下标v跟下标a的话 就是 刚刚 video跟audio 各自模态的 loss的结果 那 这边的londaf 跟londac 是hyper parameter 那我们实验上 使用起来 londaf大概就是射程1.0 然后londac是0.1 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那接下来是 这是我的实验环境 那 模型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boundary map 的division dimension 是设为60 那 训练上 我们每一次吃的影片 都是20秒 那 总共训练40个epoch 那lending rate的话 一开始是 10的-4次方 那 如果 每 连续三个validation 的apoch 连续三个apoch validation loss 没有下降的话 我们就会把lending rate减半 那 data save 我们在使用上的话 因为 呃 原本的100多万部 它的 数量 值实在是 太大了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 采用了 呃 然后test的时候是2000部 那 整体的分布的话 我们抽出来的 subset的分布是 跟原本的falset 比例上是接近的 平均也都 呃 保持在 相近的水准 那 再来是 evaluation的metric 那 呃 呃 第一个是average position 那at 呃 一个intersect over union的stress hold 那 呃 呃 这个stress hold的 意思 其实就是 我预测出的结果 要跟 它的ground truth的intersect over union要 够高 那 以下面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呃 这部10秒的影片里面的 其中1秒到2秒是被修改的 修改过的 那 假设我的 模型的output是1.2秒到1.8秒的话 那我算出来的IU 其实就是 呃 0.6除1.0就是 0.6 呃 呃 这样子的结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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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IU stress hold 小于等于60的话 这个结果是会 被判断为正确的 那如果是在 大于60 也就是 上面这个75或95的情况下 这个结果反而被判断为错误的 那 分的话是 第二个Matrix是 every three record 那 它分别会在 50、20 10的 状况上进行预算 那 这个50、20 10其实就是 我在 算recode的时候 我只会去 top 下个50 高的 confidence score的 片段来进行预算 那 10的话就是 比较严格的情况下 我只去 tops 在进行 recode 那在判断 我output的结果 是否为正确的时候 一样是用 IU sress hold 来 呃 来辨别 那 这是我实验的 road map 那 第一个 主要的结果就是 temporal defect localization 结果 这个 表 从这个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提出的NCTDL 它的 整体 每一个 在每个指标下 都是有 相较于 Umaformer 也就是 目前的sota 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尤其是在 average position at 0.75 这边 这样 这个 表 的 可以 证明就是 我们提出的方法 不仅可以 呃 分辨出更多的 defeit segment 那 同时还 有更准确的 boundary 那 下面 这三张图的话 就是 呃 我把 呃 参加 实际的 case 画出来的结果 可以看到 呃 我们这边有 一个frame 的 一个segment 的 video 或是 两个segment 或是三个segment 的defeit video 那 在每一个case 下 我们提出的方法 其实预测结果都还算 比较准确的 就像 呃 可能 BATFD 这个比较旧的方法 可能 根本没有整测到 或是 有一些 它的 预测结果 没有那么准确 那 Umaformer的话 相较BATFD 是 有比较好一些 但 它也是有 有 呃 false alarm的情况 就是会预测到 呃 根本没有发生 defeit片段的地方 那 再来的话 是 ablation study的部分 那 第一个我们想要探讨 就是 呃 loss function 我们改成focal loss 然后用了 frame constrative loss 会对整个模型 会对这个场景下的方法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 这边我们的 模型架构 其实就是 呃 用了 BATFD里面的 fusion module 那 呃 首先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 呃 不管是用 改成了 focal loss 或是加了 呃 frameconstrative loss 的情况下 整个的 表现都是有比较高的 那 如果我们同时使用的话 那 这两个 loss function 对于 呃 这样的场景都是 有帮助的 尤其是在 average position at 0.75 这边 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 那 还要再分享 那 那 第一个 欸 可以看到 呃 如果我们 从 观察第一个raw 跟第二个raw 的话 也就是把 刚刚 second level的fusion 换成 弄 cross attention 在frame level 就进行fusion的话 那整体的表现是会更好的 那 加上了self attention 它对于 帮助模型理解 影片间每个frame的temporal relation的话 那 这整个的结果都是相较于 刚刚 second level的fusion sale 蛮 蛮 蛮明显的进步的 那 那一样是体现在 average precision at 0.75 这部分 那 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 分析说 我们家的这个 分 level的bundated detection module 对于 整个方 整个模型的表现有什么影响 那 除此之外还包含了 这个 从backward来看 input video的这件事 那 嗯 这个表的结果的话 我们可以先看 第一个raw跟第二个raw 这边其实就是 比较了 我们把frame level的bundated detection module 也加上去 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它的表现 尤其在recode这边 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 可以说明说我们的frame level的bundated detection module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identify 影片里面的defact segment 那 如果我们去 想要去看flip 也就是 我们加上backward方向去读input影片的这件事的话 我们看第四个raw跟最后一个raw 其实 呃 从backward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 average position 在比较高的 i-woo threshold的限制下 它的成长是还蛮明显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想像 呃 从backward方向 那 来让模型去分析 一个frame 是不是开始 或是结束点 的这件 这个 这个技巧 可以让 预测出来的边界更为准确 所以它在这个0.95的这个最严苛的限制下 也有很好的表现 那 呃 根据这张表的话 我们可以说明就是 有了frame level的boundary detection module 我们的 啊 整个模型方法有更好的表现 好 跳掉了 好 那 第四个实验的话 就是我们想分析 单模态的模型 在多模态的场景下 表现会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 图中是 呃 影像的模型 那 它就是没有了刚刚的 cross attention去 对 做多模态的资讯融合 好 那audio也是一样的 状况 那 呃 这个表的话 就是 呃 呃 说明了 单模态的模型 其实对于 多模态的攻击 它都是 没有很好的抵抗能力的 那 很明显 它的 precision 或是recall 都 降低了非常不多 那 最后一个 那 最后一个 整体的recall 整体的recall 会是比较高的 不管是在 呃 前两个roll 比较或是 后 这第三个roll 跟第四个roll 的比较 它的整体的recall 都是比较高的 说明 呃 它的precision 是比较高的 那 就是说明 第二个level的bundered detection module 是有 呃 比较好去 评估一整个片段 它是否为defect的能力 那 呃 有了这两个不同level的bundered detection module 那 我们最后的方法就是取得了 两个 两个level 里面中 就是 融合起来 让一加一大于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让 它不仅在precision 跟recall 上都有 呃最好的表现 好 那 最后的话就是 我的 呃 contribution 跟future work contribution 就是一开始有提到 我们提出了一个 呃 多模态的方法 那 它超越了目前的 Umaformer 那 我们同时也没有使用到 Umaformer 里面的precision model 所以我们的input 可以直接是 一个影片 它就可以 马上inference 出来 然后不用进行 特别的pre-processing 那 另外一个contribution的话 就是 我们 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实验去 呃 展现说 怎么样的设计在 这个场景下 是有 是有帮助的 那 关于future work 的部分 呃 可以看到就是 这算我们 最好的结果 如果在 比较高的 IU税收下 我们的 Average Precision 也是只有 12% 左右 就是 呃 还是可以 对于 要真的要 准确预测 深度伪造片段的 边界的话 我们的方法还是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的 那 第二个future work的话 就是 呃 因为我们是针对 AVDF1M 这个Diaset 它的 呃 深度伪造影片的生成方式 去做Loss Function的设计 那 那 然后 它也 这个方法 也没有 特别去 针对 模型的 尖 呃 那个 普遍性去 进行 训练 也就是如果 今天换了 另外一个 Defest的方法 我们的 模型的表现 不一定 还可以那么 还可以有 这样子的表现 然后 呃 因此 如果 要更好的 呃 模型要更好的 那个 general的能力的话 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工夫 那 以上是我的 报告 想 请问有 有人有 问题吗 哦 嗯 嗯 就是 请听好 开始 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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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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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